出了十八年的 台湾搞笑艺人林韦恒 终于圆梦 成功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 而在首映礼上 除了一众艺人之外 就连Kent的恩师 资深电视制作人黄韦忠 都有到场为外图打气 不过最令Kent感到惊喜的 就是前辈途征营 做足防疫措施地来撑自己 喷一下 喷一下 帮Kent哥喷一下 就是胜水 就是胜水 对对 眼睛闭起来转一圈 对 转一圈 要左边左边 给我们喷出一道彩虹的感觉 谢谢 谢谢桃姐 太好了 有有有 哇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要说什么 快 我知道全世界最没有 最没有任何细菌的 就是这里 就这边 就这里 我突然披护到 人生战士运气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他有可能是 比如说从加拿大读书回来 然后就开始进入演艺圈 一开始在娱乐新闻演剧 他的第一次演戏 是在娱乐新闻里面的短剧 真的 然后慢慢存存 好不容易存到 三千五百万电影要上映的时候 新冠肺炎 你说人生不需要运气吗 对 桃姐一开始就有支持 就一路上都非常的支持 没有 应该的 然后 什么是朋友嘛 对不对 大家要拍一张 我没戴口罩的吗 都没人要求 要 要 是Q 对 谢谢陶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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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人 带带来上来 今天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只要我们这么多防疫的正确知识 还带给Kent哥这么大的幸福 是是是 希望金马匠能碰到你 是是 新锐导演 新锐导演 在圈中人缘甚佳的Kent 就大打人情牌 请来周杰伦 陈家驾 温星豪 黄红星等偶像派客串演出 还许下承诺 如果票房布置的话 想他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就一起跳伞吧 就直播跳伞 还要直播跳伞 你哪来的idea 感觉很有趣啊 Kent哥有在认真看待这件事 有在开始做准备了吗 对于跳高 已经答应了吗 我跟你讲我自己一样 还是那句老话 因为我怕高 所以这是恐惧 但如果是陪陪跟我一起的话 在爱与恐惧之间 我选择爱 所以我们就跳下去 好吗 至于黄红星就投诉 在戏中要不停地笑 头头尾尾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想说好好地发挥一下演技 都不行